健康需要教育 健康更需要管理 我在二十多年前說了三句話 現在很多地方都作為一個口頭傘 一 只治不妨越治越忙 現在是不是這個情況 2019年我把門診量 86億人次 你看 我長期工作的華西河大學 現在一天最低的門診量 一萬五最高的到兩萬五 這第一句話 只治不妨越治越忙 第二個話 只治不妨花錢心慌 現在這個病 不管你這個病是自己的 是家庭的 是社會的 是政府的 總之花錢是心慌的 而且這些錢 百分之八十是用在 林中搶救的那個階段 大家知道這個效果是很差的 花了自己醫生 醫療費用的百分之八十 第三句話 只治不妨 痛苦悲傷 像我們做臨床醫生的時候 有些病人 實在是 生不已死 跳樓袋 廁所的上吊的 勾碗的 勾股動脈的 吃安眠藥的 沒有辦法了 我說健康教育 這是一個戰略性的問題 我們14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 如果大家都等到生了病再來治 那是個無底度 必須要貫穿 避防 為主的方針 來自全球的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 有點時差倒不過來 因為我們現在的美國時間是晚上十點 然後呢 通常我們超級星期六的這個時間呢 專訪時間是晚上八點 今天為了我們要配合我們今天的特要嘉賓的時間 所以我們特地的改到了下午的一點 所以哈嘍先生的小夥伴們朋友們 大家各位嘉賓大家下午好 現在好 那麼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欣雅 那麼大家又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超級星期六的專訪現場 那麼今天大家都知道我們判了一個禮拜哈 就是都知道我們今天的這位嘉賓是非常重量級的嘉賓 那麼這位嘉賓是Mandy Chen 她在美國的洛杉磯 是現在的在職的美國洛杉磯腫瘤醫院的這個血液腫瘤科的醫生 那麼今天我們中美連線全球直播 然後我們來聊一聊我們兩位血液腫瘤 血液腫瘤這個科室的這個就是醫生呢 跟大家聊一聊我們現在大家比較關注的健康啊 美麗啊一些臨床的問題啊 或者還有一些大家希望答疑解惑的東西 好了我們今天用熱烈的掌聲 大家全世界的朋友們用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Mandy醫生 Hello 希姨 嗨 你好親愛的 好久不見 對啊 天啊 現在大家已經習慣在通過屏幕見面了 對 我們以前都是習慣在晚宴上見面 在公司的晚宴啊 然後喝酒啊跳舞啊就是享受 我們現在因為疫情所以我們只能是線上見面 也是很別處一格的 就是很有很有怎麼講的就很親切 但是又好想好想給你一個hug 你知道嗎好久沒有抱抱的這個感覺了 對 一個hug 很想很想你 我記得我我前天大前天把把我們的這個課程分享 發給熊貓姐的時候熊貓姐說 哎呀你們兩姊妹 你們兩姊妹聯繫搞太好了 那個我說下次我們三姊妹一起 所以我們給大家一個預告 好可能在接下來的某一期我們會把會把 會把吉利夫爾跟那個曼蒂我們三個一起 三姊妹為大家獻上一場分享 那麼今天 太棒了 對我們今天言歸正傳 那麼我們來聊一聊就是 呃這兩年哈在疫情之下 然後我知道我們有很多的尤其在線上的一線的 在一線市場的像你們一線上上次這個就是楊醫生 楊醫生是在一線他們的醫院 專門接診的就是新冠病毒的患者 那您還好一點是在因為在總流科 因為在總流科 而且您這邊分管都是化療這塊對不對 我記得是 對對對我們主要做化療把項還有免疫 嗯 所以這個疫情呢 就是說我們我們沒有 我們一聽到病人有誰有這種疑似症狀 我們都讓他不要到不要來 對趕緊送給楊醫生他們醫院對不對 真的是很驚險 我覺得這兩年的這個疫情真的讓大家覺得很驚險 所以今天也很感恩我們還活著 還健健康康的活著 所以很感恩我們所謂這個疫情之下 我們所做的所有的選擇和平時我們做的 這個準備對不對很重要 那麼言歸正傳我們今天其實像是想來採訪您 就是您的就是我知道您也是使用解釋產品 應該是近九年不對您拒絕了三年 對您拒絕了三年五年 對您拒絕了三年我們很想聽聽 當初為什麼就是姐姐 Jilliver就是熊貓姐姐跟您分享的時候 那您當初是什麼原因您拒絕了三年 哎呀我說這個其實以前的這種醜事真的有點不想提啊 真的覺得 你知道嗎 要提要提 要提 其實我們的專訪就是來發這些的 對 其實當時我姐姐跟我講的時候呢 因為她是我們家裡面就是唯一一個沒有醫學背景的 所以對我知道你們家拒絕就很自然 因為我們家有三個都在臨床 另外兩位呢是做放了的 然後我做化了的 那我那我大姐呢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我大姐的她的她的解釋分享之路 那她是學金融的 所以呢她學金融後來退休在家 因為生了這個龍鳳胎所以就退休在家 所以她一直就是她很想去做一些事情 那我們以前都是老是跟她講說你其實不用 你就在家裡面你也一時無憂啊 你的生活是很多人很嚮往的生活 OK 所以你在家做好你的家庭主婦就可以了 但是呢她就她就是可能就是有一種不甘心啊 可能我們沒有到她的那個角度 就有點不太理解知道吧 所以後來當她其實她也是拒絕她的推薦人兩年的時間 然後呢當她跟我們來說說她要去做這樣一個事情的時候 我當時就跟她講我說如果是個保養品呢 你們年齡差不多了 我說你呢 年齡差不多了 我自己覺得哈 比如說我做一個臨床我覺得可能比如說女人啊 或者說我們一般可能在50歲左右 因為馬上要面臨更年期啊什麼的 那你可能開始要進行一些保養 因為我們都知道女人一到更年期 這個荷爾蒙這個上不來的話 你這個技術上不來你馬上你就開始衰老的很快啊 骨肉疏鬆啊什麼炎症啊心臟病都出來了 所以我就覺得哎50歲左右可能去保養差不多 但是那個時候我覺得我還找得很啊 所以我覺得我說你們這個幾個家裡面老弱病殘的啊 你們呢可以去用一用 我說但是呢第一千萬不要來找我來給你什麼做什麼的背書啊 什麼千萬不要的 因為因為我們在這邊其實來美國差不多20多年 真的接觸過很多很多所謂的這種呃 營養品的公司或者藥藥品的公司 那他們其實很想要有醫學背景的人來跟他們去合作啊 或者做背書 但是我從來都覺得哎呀 我覺得我這個人從來不會做銷售 所以呢我就跟他說我說 你反正不要讓我來做背書 其實那個時候你知道嗎 我大姐他跟我說 他說你把你的那個身份證號打過來 他說我幫你我幫你簽個會員 我說天哪我這個千萬不要 我說這個絕對不要 我說如果我想要用你這個產品的以後 我就用你的這個會員 會員的這個身份就可以了 我說我不用加這個會員 我就這樣好像很 現在聽起來好像很殘忍的就把它給拒絕了 因為當時我確實也沒有料到 傑斯真的跟我們以前接觸的那麼多的 聽說的或者說接觸的那麼多的公司 產品它確實不太一樣 但是那個時候確實沒有沒有看到它的不一樣 就只是看到那個大同啊 沒有看到它的小意 所以呢就這樣就拒絕它了 那我大姐這個人可能也是一個不服輸吧 那拒絕 那既然你拒絕我了 那他就他就自己往前走了 所以我雖然沒有沒有加入他 但是他還是自己 就帶著我的我的父親啊 我的媽媽然後一起來來用這個產品 其實他當時用產品 我的父親也是堅決反對的 那因為我的父親呢 其實其實在我們老家 在我們四川老家 我的父親其實還蠻蠻有名的 那他以前也是我們這邊老家 這個作家協會的主席 所以呢他他一直就是說 他說我把我三個女兒送出美國 然後讓他們都得到很好的學位 很好的工作 但是我不要讓別人好像老家的人 突然出來一個人出來一個女兒 在做個什麼什麼消 那其實美國沒有 沒有我們沒有像我們在國內 比如說聽到的什麼傳銷什麼的 美國沒有的 因為他美國總的來講法治還比較健全 所以呢最對就是直銷嘛 那但是以前我們其實真正 做臨床的可能太自以為是吧 就對對整個這個行業 就是不是很看好 因為這個第一我覺得這個行業 他沒有一個沒有一個門檻 沒有一個門檻的話就覺得 好像什麼人烏合之眾 好像都可以在裡面去做事情一樣的 所以對這個整個行業的 而且好像我身邊很多人 比如說他們用了其他的一些產品 或者他們也在做一些什麼推廣 什麼的 我也沒有看到他們發大財 我也沒有看到他們什麼 所謂的年輕好多歲 或者說身體有什麼改善 好像都是很多 就是已經很生病的人 他們去病急亂投醫的那種 然後才去找這些產品 所以我當時其實也他們就沒有料到 會會傑斯會這樣顛覆 到後來會這樣顛覆 我父親堅決反對 但是我大姐當時 其實我大姐夫也堅決反對 我大姐當時就料下一句 你們堅決反對 其實都沒什麼用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我的那個朋友 用了產品真的是很好 然後我另外的那個朋友 真的是在這裡面賺到了錢 所以他說我反正我都要試一試 所以我父親雖然是反對 但是我媽媽還蠻支持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媽媽呢 其實她其實她一直 她是一個比較時尚的這樣一個人 我媽媽以前是老師 那後來呢就提前退休 然後呢她最喜歡就是穿高跟鞋 她的高跟鞋比我的高跟鞋多很多 但是因為後來因為衰老 那上70歲 那你的膝蓋就開始慢慢的退化 沒錯 那對我來講老年人呢 對不對 你有一個退化性關鍵炎太正常了 那比起別的那些老年人病更多啊 所以我就跟她講我說你這個沒問題的 我說你就反正就不要去爬山啊 或者是不要去劇烈的運動 對吧 然後呢實在不行的就貼個什麼高藥 再不行呢就給你去打封閉針 再不行呢那就是換膝蓋嘛 我說反正就是這個年紀都這麼大的 你還想怎麼樣呢 但是我媽媽她她也不甘心啊 因為她看到她那麼多高跟鞋 她沒有辦法再穿了她也很難受啊 所以她聽說我姐姐說這個產品不一樣 她就跟著我姐姐來開始用 所以其實就這樣我們家裡面的人 就是每個人他都處理自己的這樣的一個想法 然後呢來開始他們就開始來用這個產品 所以我最開始對她這個完全是視而不見的 因為我覺得就跟我接觸的很多別的那些產品都是一樣 就讓他們就是一個心理暗示 一個心理作用而已了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以前對這種產品是不是也是這種想法 對我覺得我們好像臨床的對原來的這個保健品行業 好像都有一定的就是聽說不要聽 講也不要跟我講 就我們一會有個固有的 就直接就把門關掉的 這就是這個狀態 是的我還在讀大三的時候 我的系主任其實你看都二十多年前 二十三年前了 就是二十二年前就已經被我們系主任 帶去聽什麼安利的這個 而且當時還是一個台灣的很大的大咖的課程 他叫雷宇明我特別記得他的名字 我覺得這個人太會吹了 全場幾千人我躲在最後的角落 其實因為系主任會幫我很多問題 因為我是從四川過來的貧困生 然後如果沒有系主任的幫忙 你很難在你整個系或班級裡邊有很好的 就是這個資源 拿到很好的資源 所以呢學習機會拿不到 所以他讓我去我周末就跟著要去 可是去的時候他在裡面很忙 因為他馬上退休了 他覺得他要為他的退休後的生活 要找條路 所以說我只能是說給予一個人員的一個支持 但是我就只能站在最後去聽 那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哇塞 這跟我們在臨床學的很多的東西 那病理啊 這些太大相近情 講的而且吹的太誇張 我覺得這個肯定是不可能的 就要敬我 我就要敬我們的嘴真的是 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如果後期我不是在農業部 就是我們整個國家教委 就是整個農業部 就是開放的就是這個 健康管理師的學習 營養師的學習 以及我後來去德國的進修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可能所有人跟我講講結斯 我也會拒絕 甚至會一直拒絕 所以是因為我後期的 前期肯定是拒絕 直接關門 跟你一樣 我爸爸是淚風師 我也是覺得 激素不管用了 那就打風避針 因為在臨床我們覺得我們最專業嘛 結果後來其實我爸爸是因為激素而導致的 肝腎衰竭 心臟衰竭 然後呢 就是整個打完封閉針的關節也是整個壞事 所以其實也很很後悔 就是到 當你就是真的遇到 知道結斯有那麼好的幫助的時候 就特別後悔 當初那十多年 他的整個治療的那個經過的後悔 對 然後但是後面我爸爸因為這個 因為肝腎衰竭嘛 然後沒有辦法 哎呦又心衰 沒辦法做透析的時候 被醫院抬回來的時候 抬回來在床上躺了一年多 整整 我當時還在德國 所以沒有辦法 鞭腸磨疾 寄回來的產品 他們也是 他們更不懂 因為農村嘛 又沒有學歷背景 所以他們更不懂 就沒有吃 等我17年回國的時候 已經產品都過期 放過期 他們都沒有用 所以後來我是守在我父親的身邊 然後守了他一個多月 因為前邊的好轉反應會比較大 因為他關節的神經 重新長出來 其實是個很疼痛的一個過程 然後守了他一個多月之後 把他最嚴重的好轉反應過去以後 他發現他從什麼都吃不下 從沒有力氣就是坐起來 在床上坐起來 再到最後能自己下床 自己到廁所 不用再用我弟弟24小時抱他去廁所 所以就怎麼說呢 我覺得我們可能就一開始就像您分享一樣 就是那是個比較丟臉的一個過程 就是不好意思再分享自己的過往 就是在我們那個領域裡頭 我們覺得我們很專業 我們覺得我們 哎呀好像天下是我們禁知 就這種感覺 就所有疾病在我們身邊都是 是無所遁形 但有一天我們會發現 臨床待久會發現真的 連自己父親的這個 內縫式都解決不了 更不要說我們倆還在血液腫瘤 所以我在臨床看了很多的這個 尤其我這邊我接觸的白血病會很多 那您在化療這塊 基本上也是能夠到免疫治療 能夠到化療了也是腫瘤患者 所以為什麼我在今天的課程一開始 會把這個我們的原來衛生部的副部長 就是我們的就是殷大葵先生的這個 就是這個演講給大家就是講出來 這是近期的 這是19年的他在裡邊講到 19年的我們的中國的這個就診率 是86億人次 也就是說我們不到14億左右的人數 然後每個人大概六七次的這個就診次數 那像我們這種壓迫不去醫院的人 就是其實我不知道您是什麼感覺 因為我們在臨床生死見多了 我覺得這輩子都不要去到內部 你知道嗎就是堅決不能到內部太痛苦了 所以我覺得連中藥都進不了我嘴的這個狀態 更不要說這個到臨床就診啊什麼的 所以我覺得有多少人像我們的就是衛生部的副部長 殷大葵說的 就到最後就是很痛苦的 不說把所有的終身積蓄都會用在最後 那可能我們都看過 我覺得我們倆可能會見的比較多的就是 中層以上或者說比較富有的家庭 可能對於一個治療來說 或者一個重大疾病患者來說 就是一個可能最後就是人才兩師 但是對於一個中等以下的家庭 尤其是普通家庭來說 只要是但凡家裡一個重症患者 基本上就是回到70年前 就是回到我們建國之前的狀態 就是賜品的狀態 而且還負債 因為我們中國人是最講孝道這種東西 就是父母不願意捨棄就是重病的孩子 那麼兒女呢不願意放棄父母的這種就是重病的治療 所以最後我們在臨床其實看了很多的悲劇 但是我們又沒辦法 所以今天呢我覺得 我們就說不管是拒絕了幾年還是經歷了什麼 我們在尤其在這個產品的受益之下 我非常感恩這次我們的這個超級星期六的這個主題的這個會議 就專訪有這麼多的就是醫療工作者的支持 所以也很感恩今天您的支持 就是我們都差不多 我們一開始對這種保健行業保養行業營養啊 這行業的這個拒絕 以及那個時候的就是可以講說是無知吧 直到最後其實生老病死 我們無論是多專業的專家 我們其實都知道的生老病死尤其病啊這個傷啊 這些在我們身上我們是逃不掉的 早晚都要面對 那麼尤其您剛剛講的我們到了一點年紀 可能就是一些就是年紀性的一些衰老性的疾病啊 就覺得很自然啊 對跟年期這些我們覺得它是自然而然應該要來的 可是我們從來沒想過說我們怎麼樣能夠避免它的這個這個就是 傷害也好或者說那個情緒啊 包括一個病態的一個狀態 所以直到今天我們遇到傑斯這麼多年來 然後發現所以好幸運 就覺得我們真的是很幸運很幸運哈 那麼除了就是您傑斯故事的就是接緣 那麼我想問採訪一下Mandy醫生 就在您這幾年四五年的這個分享當中 因為您現在也是我們這平台的鑽石總裁 那年收入都是在這兒 您除了在在醫院的那份職務然後收入以外 您在這邊也是有源源不斷的管道收入都是 那鑽石在我們這邊都是百萬美金左右的收入 我覺得很想問問你就是你平時那麼忙 你是怎麼樣花時間來在堅持的一個情況下 能在五年做到鑽石 而且我們更想聽聽在你 我相信就是因為我們是醫學背景的 可能有更多的是一些患者朋友找到我們 就是不得已的情況下找到我們去幫助他們 我們很想聽聽就是你在這五年當中 幫我們找一兩個甚至兩三個 就是您特別特別感觸 特別深的條理案例 分享給我們好不好 哎呀我覺得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其實我們 其實你這個問題其實問到 就是一個時間管理的問題 我們每個人都是24小時對吧 那我以前可能每一天上班可能10到12個小時 然後每一個星期上6天 所以呢我當時跟我姐姐講了 我說就算你這個產品再好 我也沒有時間來做你這個推廣 對吧我說我根本就沒有時間 但是當後來我看到自己家裡面的這個家人 你看我後來我媽媽她的膝蓋 她就慢慢的她就她就慢慢的就不痛了 當然你是說她不是說一夜一夜之間沒有的 這可能就是可能也是因為以前 我們比如說對營養醫學這一塊不是很 那麼感興趣 就是因為她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那這個漫長的過程的話呢 你就很很考耐心的你知道吧 還有很多人他沒有辦法堅持 所以所以為什麼我們喜歡治病 因為當他真正有病了你給他一個藥進去 那比如說指數他就馬上就會有變化 或者說他的這個肿瘤就會馬上會變大或者變小 你就知道你很容易掌控的這樣的一個局面 但是當他們用營養的這種東西的話 你要很有耐心等他三個月六個月一年這樣子的 那當我媽媽用這個產品可能七八個月的時候吧 然後她就開始在她的這個車庫裡面 因為她很多鞋子在車庫裡面都放在車庫了 她就在那裡試她的高跟鞋 然後我就說我說你膝蓋不痛嗎 我說你的膏藥怎麼好像我給你買那麼多膏藥都沒怎麼用啊 因為她說我也不知道哪一天呢 就好像就沒有那麼痛 就是當你沒有這個問題了之後 你其實是不記得是哪一天沒有的 然後她就開始穿她的高跟鞋 然後當我看到我自己大姐幾十年的鼻炎 其實對我我想可能跟你也是一樣 對我們來講 是鼻炎 其他什麼都不算的病 OK 沒錯沒錯 但是呢 其實當這些人他們有這些慢性問題的這些人 其實對他們來講其實還是很被困擾的 比如說我們說的這些失眠啊 比如說就哪怕是一個慢性的咽炎喉炎 胃炎啊長眼啊 鼻炎呢 像我大姐的這個鼻炎 她的鼻子就好像從來沒有通過 她去哪兒她都要帶著那個紙巾 或者一到那個季節然後花粉 她就馬上就不行了 就鼻子就這樣 然後醒著那個鼻頭就很紅的都已經整出來這種了 那我就會跟她講 我說那你就不要去有花粉的地方嗎 這就多簡單啊 對吧 但是其實這個也是治標不治本 所以當我看到她的鼻眼也慢慢的 鼻子就通了 然後當我父親那麼反對 對吧 但是其實我父親是身體真的是很糟糕 第一她以前她是她是做搞寫作的 所以呢她是她也就是我們睡覺的時候 她就半夜寫東西 所以我每次有時候半夜醒的時候 我都會看到我的父親坐在她的那個寫作寫字台 然後一個台燈然後在那裡寫東西 因為她想要賺更多的稿費 因為我們家有四個孩子嘛那個時候 所以呢 但是她又很困了也沒辦法呀對吧 所以她就抽菸 那抽幾十年的菸 然後吃東西呢 到後來呢 稿費也多了 應酬也多了 對吧 然後呢 也就有點糊吃海喝了 就也沒有注意 其實我們很多人對飲食也沒有那麼注意 所以我父親是又有糖尿病 又有高血壓 然後呢 還有呢 她就是什麼呢 後來她還得了前年腺癌 所以我每次都跟她講了 我說我是慶幸你還沒有得肺癌 我說還是要去檢查一下你的肺 因為你抽了這麼幾十年的菸 你得肺癌 那你也是你自己真的是 但是我不能跟我的父親說咎由自取 但是我肯定要跟她說你有這個風險 對吧 還好 索性就是說她現在的肺還OK 因為她現在最近幾年戒了菸了 那太棒了 但是她的糖尿病 她的空腹指數一直是13 就沒下過10你知道吧 她也是在吃藥啊對吧 臨床上的藥也在吃啊 然後醫生讓她打一打的時候她死活不打 因為她特別害怕針頭 我每次帶她去看病 她看到人家抽血她會要暈過去的這種 我也是 一個不聽話的病人 她還讓我讓他們不要用這個產品 但是當她看到我媽媽後來用的挺好 然後看到我大姐 其實後來我大姐夫最開始 這個很這個裡面這個故事真的是 我的大姐夫北大畢業的 在這邊讀的醫學物理博士 一開始她說她來用產品 其實她想證明給我大姐看 這個產品是沒有用的 所以她來做了一個全面的 提檢報告 然後呢用了四六個月左右 因為她的公司在北京嘛 所以她來回跑 這樣 用了幾個月的產品 她又去做這個血像的這個檢查 然後發現她的一些比如說脂肪肝啊 或者一些 就像我們臨床講的 沒有多大的問題 回去注意一下飲食就可以了 鍛鍊鍛鍊 多休息休息 多簡單就這樣說幾句 對吧 這些指數 因為還沒有壞到要換肝嘛 但是呢 雅健看到這些症狀 都也給她調 調得很好 所以呢 我父親也開始來用這個產品 當然一般男人來用這個產品呢 他首先是三天打魚兩天曬網 因為他還是不是那麼的性 這邊是這樣 通過這個時間 我後來我看到我們家人 他自己這四個人啊 完全你看在臨床上完全不同的問題啊 但是就因為他們當時就吃這個P全和AMPM 都得到很好的這個改善 你讓我說他的改善到底是哪一點給他改善的 其實我也說不清楚 但是我就覺得他們的狀態是越來越好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這個產品還可以啊 好像還真的好像有點神奇啊 對吧 因為那個時候也沒有去看他的原理是什麼 就覺得有那麼神啊 然後我說我來看看你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才把那個藥啊 那個AMPM還拿去給我的藥劑師 我說你把這裡面的所有的成分幫我查一查 我知道安全性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在美國對吧 這邊法律還比較健全 你要是有安全性的問題的話 這個公司早就不存在了 所以首先像這種營養品的話 第一他就安全性應該是OK的 所以我就我就讓他我說你幫我查這些所有的成分 因為我只看到裡面有比如說維生素礦物質 這些我是我是知道的 但是還有很多的成分的名字 我根本從來沒有聽說過 看著好像有點像中醫藥的成分 還有一些什麼抑制自由基亞 什麼這些東西的 聽著很前衛 但是呢我沒有學習過啊 這不是我的專業啊 所以我讓我的藥劑師去一個一個成分幫我去查 然後他去給我查了之後呢 他回來就問我一句話 他說你這個產品是在哪裡買的 他說這個人還挺牛的 他說其實你把這些成分拆開來 他每單獨的這個成分 他每一個成分他都有自己的功效 但是這個人他就這麼牛 他就可以把這些所有的成分都放在這個定計裡面 然後呢關鍵是這個比例 他說他這個比例 他說我作為藥劑師 我都不一定能理解 就是他哪一個成分放多少 哪一個是放多少 他說他這個比例是怎麼出來的 他這個人肯定研發這個產品的人 來頭絕對不小 他是一般因為一般的藥劑師的話 比如說一般的保健品公司 他們可能也就是一些藥劑師啊 就是比如說我們知道這個成分有很好 那我們就鼓倒鼓倒的 然後就變成兩顆膠囊 然後就做出來一個產品 然後就就拿出去了 對吧就開始走市場了 因為他畢竟產品本身是OK的嘛 但是呢像70多種成分 誰多誰少 那這個人肯定很牛 所以我要就是就問了這一句話 我就說啊我這個人 這個人好像還挺牛的 我說Google一下 然後我們就開始又來查這個 講啪啪博士的這個背景 啪啪啪然後又來查 所以是這樣子 然後我開始慢慢覺得 這個產品真的好像跟我以前想像的不太一樣 所以我就當時我就跟我姐姐講 我說哎呀反正 我覺得呢這個產品呢我覺得還是可以的 聽我們藥劑師朋友說這個產品還蠻先進的 我說你們呢就繼續使用 但是我呢可能就是 比如說如果別人問到我了 對吧 那我可能就被動的就分享一下 我不會太主動的去分享 到到什麼時候我就變成一個特別 特別願意去分享的時候呢 其實是有兩個事情發生 就是真的是很觸動到了我 就覺得哎呀我覺得 我可能真的要把這個事情 當成一個事兒來做 一個事情呢就是 我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朋友 他也是醫學界的 他也是孩子的媽媽 那他也是很上班 也很辛苦對吧 也很努力 結果呢他得了乳腺癌 他得了癌症之後 他要去做治療 他要去做手術啊 那他就必須要辭職啊 對吧 因為他他一想 他我們這邊有這種病 那個叫什麼 medical leave 我也不知道什麼 就是因為病 你要離開工作可能幾個月 你還是會有工資的 對吧 但是他那個時候 他可能就想開了 他就不想再工作了 他就覺得他都已經得癌症了 就覺得一天都已經要塌下 他還工作 工作啥呀 工作他就直接辭職了 那你如果辭職的話 你是沒有任何的benefit 就是你所有公司的 給你提供的這些東西 你就沒有了 福利就沒有了 對福利就沒有了嘛 因為他那個時候 就等於說他就 就可以有點 就看破封城了 就已經想通了 他就直接辭職了 他要去做治療什麼的 結果他辭職 我們可能想 他都幹了那麼久 對吧 有那麼好的一個員工 他可能他的老闆 或者他的經理會說 可能他假裝要挽留一下 或者說 挽留對 或者怎麼樣啊 對吧 然後那個經理說 那你最後一天是什麼時候 因為你要早點告訴我 因為我會要登廣告 要重新請人 招募 對 所以當他跟我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當時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態 我就覺得 這個社會真的是太現實了 肯定的 這個社會真的是太現實了 因為你可能覺得你是一個非常棒的員工 你也為這個公司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當你有一天你可能真正有事的時候 當你可能要怎麼樣的時候 那公司可能從他的從公司經理的角度 也是可以想得開的 那我需要人一個蘿蔔一個坑啊 對不對 你一走了那我肯定是需要 你又要人來啊 對 但是我覺得很殘酷的感覺 然後我就 我就又不由的想到我自己 我覺得我這個年紀哈 真的也說不清楚哪一天 可能也會莫名其妙會生病呢 為什麼我會這樣想呢 因為我不知道你以前在做臨床的時候 有沒有這種想法 就是 就是我可能看病人看多了之後 就是也不是說焦慮吧 或者抑鬱哈 反正就是那種有點思想上就是有點 就會莫名其妙的會覺得你自己有一天也會得癌症 我有個詞叫擔驚受怕每一天 對對對 因為我們很多的病人比如說來看病 他會覺得我前面幾個月一直在體檢啊 都是正常所有的指標都是正常啊 我人也沒有任何的症狀 為什麼你突然今天你跟我講我患了癌症 什麼還轉移什麼什麼的 所以我就知道其實我們很多的癌症 是沒有辦法提早知道的 當知道的時候真的就是中晚期了 那這個會不會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呢 很有可能 因為我工作那麼多的時間 對吧那麼長的時間 對每一天然後也每天有時候還熬夜 比如說做病例啊什麼的也很辛苦 真的也是好像有時候忙著中午飯 可能也就十分鐘啪啪啪啪就吃了 就這樣子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種事情可能哪一天會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我再一想我的兩個女兒 我也有兩個女兒 在我工作的時候 其實他們我有一天我會講 哎你們兩個怎麼都長這麼大了 我都不覺得 他們都莫名其妙都自己就 趁趁就長大了 所以我也其實也也錯失了很多跟我孩子 在一起的時間 可能這也是我那個朋友 他辭職的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他覺得他一直很工作 結果呢 他得了癌症 現在他辭職了 還把他最後的時間給給他的孩子 所以我當時我就覺得 哎我一下子就有一種 健康或者是身體上的一種危機感 因為我覺得哎天啊 因為那個人他比我還要健康呢 因為他有時候還練練瑜伽啊什麼的 我瑜伽還不練呢 還運動啊 我還難得去做個鍛鍊 他還是一直想要這種健康生活的人 所以我就我就很我就有點恐慌 然後回來我還跟我跟我先生講 我說天哪我說什麼某某哈 我說他得了病 然後現在他都遲職 他要回去給你最後的時間什麼什麼的 我說天哪白天哪一天會這個事情會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可能是想太多 有一天我做噩夢做到我自己得了乳腺癌 然後醒過來 呼吸過來 哇那個那個恐懼我不知道大家 你們可以去問一下比如說你們的醫生啊 他們自己我真有體會的一樣的 夢到他自己得那個病的噩夢 所以我當時我就覺得天哪 我覺得再好的工作 可能當時選擇這個行業 是因為這個行業有很好的這個穩定性 收入也很不錯對吧 可能也有一些就是說職業的這種滿足 主感但是再好的工作 你只要你不去上班了 他不他他可能不會炒你的魷魚嗎 對不對 但是也許我不能去上班了 那我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當時我就有一下子 就有這種很恐慌的這種感覺 然後呢 我就跟我的大姐講這個事情 我就說這個事情吧吧吧吧 然後大姐就說哎呀是啊 這個你們這個就是手挺口挺 他就是有點像說風涼話 你知道吧 對 因為以前他在做家庭主婦的時候 我們的收入還ok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以前是有點是被他羡慕的對象 說哎呀你看你們上班多好啊 對吧 又怎麼怎麼樣的 結果他現在說哎呀你們這個也是啊 就是手挺口挺啊 這個也很難講啊 對吧 哎呀什麼什麼的 哎呀然後他呢 哎呀他把他的手機拿出來 他說哎呀不過我這個月呢 哎呀收入也不是很好啊 也是也有點也有點低 我當時就看了一下 我就看了一下 他說說的那個一個一個月 是不是比較低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一個月 ok 我當時看了一下我的腦子都要炸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在美國來讀了十多年的書 ok 還別說在國內 你看我們比如說我們從小學讀到大學 十幾年的培養吧 對吧 到後面可能你找一個 可能看著很光鮮的工作啊 對吧 不管你是做高管也好 或者說做高級白領 不管怎麼樣 或者你自己開公司都ok啊 前面累積那麼多年啊 嗯我就是這個工資 那我五年我十年 如果我還一直幹到65歲 像美國我們這邊 一般要幹到65歲的話 65歲退休 對 我的我的工資他不會漲的 你知道嗎 他最多可能每年給你百分之二的 這種 但是他不會說明年就給你翻倍 後年還在還在往翻倍 你知道吧 所以我當時看了一下 他的那個所說的就是比較低的那個 一個月的收入我一看已經避掉我一年的 所以我當時我就說 這個產品還真的那麼讓人受歡迎啊 因為你知道這個營養品是這個樣子的 為什麼我們以前很多營養品 也是不是很很信任 或者怎麼樣的 很多人他吃這個公司吃三天 吃可能吃一個月 好像沒什麼效果 他又去換另外一個公司 沒錯 對不對他又去換那個品牌 他又去吃三個月 或者六個月 他就這樣換來換去換來換去 但是我就看到我大姐 其實他也逐步出乎啊 他一個醫學背景都沒有的人 然後就在家裡面 到底就是手機滑滑滑滑滑滑 對吧 他能滑出這樣一個收入 這個是其實是蠻刺激我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就是說為什麼他可以 沒有醫學背景 他可以借助這樣一個 一套產品 如果他能掙到這個收入 這個後面說明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說明很多人在用他這個產品 對 那這些用這個產品的人說明他們 可能是一直在用這個產品 那不然他的收入不會是說 這樣好像居高不下的 對不對 所以那為什麼這些人那麼傻 他又一直用這個產品呢 因為在這個行業裡面 常態就是大家不斷的在換品牌啊 沒錯 不斷的在換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品牌 一直換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 這些人一直跟著他一起在吃這個產品 所以我當時我覺得 如果這個產品真的是這樣好 對吧 而且藥劑師也給我蓋了髒了 對吧 說這個產品確實是買先進的挺好的 那我就可能要來研究一下 可能他後面所說的這個 怎麼樣通過分享 還可以賺到收入 所以你看 當你這個思想變了以後 首先我覺得這個產品第一是安全的 第二還是真的是可以廣譜的去幫助別人的時候 然後如果他可以還讓我去分享 因為如果你其實產品好的話 你不給我錢 我也會分享的嘛 因為病人隨時都在問對不對 有什麼好的推薦 或什麼什麼樣的 那我也會推薦啊 但如果又可以推薦 又可以幫到別人 你還可以有那個叫什麼 勞而有貨 對 你的勞動會讓你有所得的話 那不是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事情啊 所以我就開始來 我讓我大姐我說 那你給我講講 那這個怎麼分享 怎麼分享 然後去去去賺這個所謂的這個獎金 這個我剛 我當時是說的賺這個工資 工資 OK 我說這怎麼分享 然後我大姐還在跟我講這個 講這個 他說你看吧你加入 怎麼樣 然後他給我講一下 我說哎呀聽不懂聽不懂聽不懂 我說那你這個是不是自動的 我說你比如說我就分享對吧 你這個系統是不是就自動的嗎 他說對就是自動的嘛 那你把你所有的信息放進去 對吧 你只要分享你的網站嘛 然後然後你你所有分享出去的人 都跟你用同樣的價錢買這個產品 你也不存在去賣任何人的產品 你也不用好像是賺了別人的差價嘛 我就聽到說一個自動的 我就說那應該OK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第二呢如果這個系統是自動 那我只管分享就好了 我只管告訴大家我的感受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開始做計畫 我當時其實做計畫的時候 我是看了一下那個時候我在那個時候 2015年的時候 當時那個公司我就看了一下那個公司 所有的他們所說的這個鑽石總裁 為什麼我的目標是鑽石總裁呢 因為就像讀書一樣的 你至少你至少讀到大學 好像給人的感覺你好像比較這個 對吧才叫學業有成啊 有文化 高中畢業叫學業有成嘛對不對 所以既然要做這個事情那至少 那在這裡面做整個大學畢業吧 所以因為他們一直說在劫師要做到鑽石 就像大學畢業 我就所以我就我說OK 那我至少定個目標 我就鑽石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當時在2015 15年的那些所有的鑽石 我基本上看了一下哈 看了一下他們都是什麼樣的背景 你看有醫學背景的 有沒有醫學背景的 有年紀大的有年紀小的 有男的有女的對吧 哪個國家都有 然後呢我又我又去算了一下 他們平均成鑽石是什麼時間 基本上比如說他們平均 好像是三年半到四年左右 然後OK 我又看了一下大概 比如說我知道的那些鑽石 他們平均每一個人 比如說分享了多少人 分享了推薦了多少人 然後大概分享了可能六七十人 就是平均下來 然後我當時就覺得 我覺得如果三年多對吧 我來投入一個事情 然後呢 反正我就不斷地去分享 因為也沒有壓力 又不囤貨又不送貨吧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覺得可能還是可以做的 然後我就開始定我的時間 那個時候我每天上班很忙 但是呢我就決定 我就每天早起一個小時 晚上晚睡一到兩個小時 嗯嗯嗯 當時就跟我的跟我的跟我的先生 然後跟我的兩個女兒講 我說可能這一段時間我會更忙 我會 我是因為我想來學習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 為我們以後買更多的時間 結果當時我女兒他們就說了一句 你你你你忙跟你更忙 跟我們來說都是一樣的 反正很難很少見到你 OK 這個話真的聽得好心酸啊 會會我如果試著做夢 那會聽到很心酸 真的很心酸呢 就是他們其實也不擔心 就是你你忙跟你更忙 對他們來說都是一樣的 對 因為你都是早出晚歸嘛 也沒有什麼好像很多的交集啊 所以我當時我就覺得 我說你放心好了 你們放心好了 我說媽媽一定好好的來做這個事情 然後呢 我說我會讓我們以後 會有更多的相處的時間 嗯嗯 然後就這樣早起晚睡 早起晚睡 然後就開始來做這樣的事情 你要問我在這幾年裡面 有什麼比如說 讓人特別感觸的案例 我其實在最開始來做的時候 我特別喜歡去蒐集案例 可能是那種 思維還沒有轉變過來 我就特別就感覺 就把它當成要一樣的 你知道吧 比如說哪個人失眠好了 我說哎對 你是多少歲啊 你的失眠你是吃了多久 然後你的失眠是好了 對吧 哦你是什麼 哦你是胃炎 然後你是年紀是多大 男女吃了多久 我當時有一種特別就是那種很 很很傻的想法就是 我把這些案例 我是能收集多少就收集多少 我把它整成一個 有點像那種臨床數據一樣的東西 你知道嗎 但是當我收集到一定時間過後 我想我沒有辦法再收集了 嗯嗯 因為這個永遠不可能做個臨床數據 為什麼呢 因為每個人吃出來他的感覺都不一樣 對 每個人的體質他吃出來這個產品 同樣的產品 在每個人身上的反應 這太不一樣了 我沒有辦法遵循的找到他的一個規律 比如說有些人他來 他本身有失眠的問題 他想來調理 那我給他調理 調理半天他說他沒失眠 他說他還是在失眠 我在想怎麼搞的 怎麼還在失眠呢 我說你還有沒有別的什麼 是不是別的有沒有什麼改善呢 他說哦 好像我的片頭痛不痛啊 然後我就在想要調理失眠 天頭痛好了 所以到後面我根本就沒有辦法做任何的這種案例了 嗯嗯 所以我就跟我們身邊的夥伴講 我說現在我們真的就不要去跟大家說這個產品有多神奇 現在我們要注重跟大家講這個產品背後的理念 因為當你只要把這個就像這個思維給他弄通了之後 當他了解這個產品背後的理念之後 每個人用的這個產品他都會多多少少都有會自己的改善 即便是在你的感覺上你沒有感覺到改善 對吧 但是他其實在你的細胞層面他都是在做他的工作的 所以呢一定要去普及他這個理念理念細胞 細胞修復的這個理念 所以然後就等於說馬上就一下子就轉了方向了 所以我最開始的時候很多病人真的是很多的病人 我也喜歡去找病人病人也喜歡來找我 結果到最後變成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也累的不行病人也累的不行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去一對一的再去幫他們去去做這個事情了 所以只有去普及這個理念 所以我就開始轉變方向跟大家講這個理念 我就跟大家講我們以前的這個營養 對吧他的這個變遷是怎麼樣變遷來的 然後我們為什麼說現在這個臨床醫學上 像我們我們就像你講你不是講了很多堂科 就關於這個基因和我們的健康這個關係 對不對 那我們的生活方式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會打開好的基因啊 我就會去關閉不好的基因 所以呢 這個基因基因學基因工程是很很popular就是很流行的這樣的一個一個領域了 那基因學之後細胞學對不對 細胞分子學 對 而且我覺得可能到未來 而且現在臨床上已經有很多叫什麼蛋白質工程 就是我們不只是說細胞了 我們針對細胞裡面每一個它的protein 它的這個蛋白質可能給它轉換一下它的氨基酸 對 就可以改變整個它這個細胞 比如說它的這個抗原性 就可以通過這個它這樣一個途徑 我們就可以去研發出這個什麼抗肿瘤的這些 那個叫什麼疫苗 vaccine 叫疫苗 所以其實這個很先進這個生物科學一直是在發展 所以我們的腦子也要從臨床跳出來 或者從我們傳統的保健品跳出來 然後去看去隨著這個大的趨勢的發展 然後去來看結識這一套細胞優化管理這個產品 所以你要真正問我讓我特別觸動的案例真的很多很多 你說要讓我真的要講一兩個 那個我還真的一下子講不出來 因為太多了 每一次聽到這種案例 到後面都聽得有點麻麻了 我說啊 又調好了 哇 太好了 我說繼續吃 繼續吃 那如果說真的要說有一個案例的話 因為可能是我是做媽媽的 我們這邊下面有一個會員 她的女兒 我知道她可能很多人都有看過她的視頻 是我們下面我們陳文華大哥團隊的 她的女兒是生出來就是老癱的一個孩子 嗯嗯嗯嗯嗯 我就在想 我經常會這樣想 就是如果我的女兒這樣子 我會怎麼辦 真的 那她的媽媽還是把她生出來 然後還要就是說 沒有失去希望 還一直想要去治療她 還要帶她去做什麼 我們臨床上這種 最後的這種掙扎的治療 然後呢 她的媽媽就是說 我想讓她在這個世界上 活著的每一天少有我的陪伴 然後呢 至少我努力了去幫她 就有一點生活的這個質量 嗯 那她就一直在做這些治療 但是還是因為我看到過這個孩子 但是後來呢 給她加了這個美濃利 然後她又吃配犬 那這個孩子還沒有辦法吃 其實都是用這個食管打進去 嗯嗯 後來有一個視頻 回頭大家可以去搜一下 那這個孩子呢 她可以她可以站起來走路 她可以站起來走一走 你跟她講話的時候 她會有一些反應 嗯嗯 你知道嗎 這個對對一個正常的孩子來講 是多正常的一個事情 但是對這樣一個孩子來講 她可以讓她這一天 哪怕是她就在今天就這樣走幾步路 然後跟她的媽媽笑一笑 你就知道這個這種感覺 是讓人永生難忘的 是的 所以其實像這種的案例很多 而且呢 我一般其實都不太想去談及這些案例 第一呢 就是我不想跟大家一個誤導 就是好像凡是有老癱的孩子 趕快來吃這個產品 不是這個意思 她不是來治老癱的 對不對 嗯 那所以我一般就是不要去太太去講案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嗯 所以我也跟他們講 不要太太集中去講案 你一定要去跟大家普及這個這個理念思維 就是這個細胞 所有的生病就是因為細胞在生病 如果你的細胞更健康 你慢慢慢慢的假以時日 就是你的身體自然就會就會覺得 就會更加神經的去神經去爽 只是說要給足時間啊 關鍵是很多人到 我可以說很多人其實到最後來用解釋的時候 都是大部分人其實都蠻晚的了 對 都時日不多的 都可能就是一些慢性病 臨床都沒辦法再調理了 或者已經都是 對 已經得了癌症了 對 然後來想用 一來就是問我 麥蒂醫生你們這個產品可以起死回生嗎 對會瘋掉 我聽到這樣的話會瘋掉 我真的就是很 我覺得很心痛 你知道嗎 沒有起死回生的 臨床的藥也沒有起死回生的藥 沒錯 對不對 所以呢就是 所以我覺得結識真的是教會了我很多的東西 也顛覆了我很多的一些舊友的一些觀念 所以現在你讓我再回去說 你是為什麼要拒絕三年 對啊 我為什麼要拒絕三年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拒絕三年 非常有感觸 可能就是想要看到結果吧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很多很多事情 我覺得結果是可以說話的 嗯 如果這個產品真的是讓人有結果的話 那這個結果就是可以拿來用的 就是你不一定去知道他到底是 為什麼放這個成分 為什麼不放那個成分 你不用知道 因為這是他的專業 是講啪啪博士的專業 那像我們臨床開藥一樣的 我不用真的去了解他後面的這些藥 到底是怎麼樣 留給藥劑師 對 留給那個藥廠搞研發的 那他既然他這個藥有這些功能 對不對 那我就拿來用就好了 所以我就 我就開始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剛剛講說你怎麼做 不是說你怎麼做的問題 是你想不想做嗎 你如果覺得你這個事情真的是值得你做 那你會有時間的 因為時間都是擠出來的 而且每個人都是24小時 你是請願你現在擠一兩個小時每一天 就像我現在就想說我大姐一樣的 我說你現在一天相當於別人一年 你現在一天有時候相當於很多人可能五年十年 可能相當於別人 你一年可能相當於別人一輩子 沒錯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間都我們每個人都講都是一樣的 但是他到後面就會給你更多的時間嗎 幫你買更多的時間 太謝謝Mandy醫生的分享 我總結一下 就是好像覺得我們醫生都是理科生出身 所以我們比較看重結果 那麼在這個平台我們 我總結一下剛剛您說到的結果 兩個結果 第一個結果是 我們就是大姐的愛人 就是黃博士她在使用產品之後的結果 媽媽使用產品之後的結果 爸爸開始使用產品的結果 然後第二個結果是 自己開始有這個健康危機的時候 有這個危機意識 有這個就是覺悟的時候 然後呢 突然被姐姐說到說 就開始去看看姐姐的結果的時候 發現姐姐很低的 蠻低的一個月的這個結果 是我們一年的結果的時候 那這是兩個方面的結果 對不對 我們臨床去看結果 就是第一 看家裡人幾個人的結果 還有開始 你開始在分享結束 開始收集來的結果 這個足夠足夠就打動我們了 那麼第二個就是看到 真正正正比我們早幾年去經營人的這個結果 那我也是基本上也是這個這個過程 我雖然說沒有拒絕解釋 但是我是從17年才開始 正式全力以赴經營 在那之前 因為我還在德國 還有學業的同事 我那時候 我也只能給我身邊的就是 特別好的閨蜜 我深圳的就是香港的一個閨蜜 她叫Niko 也是我現在合夥人 跟他們分享 另外呢就是 我只能給我臨床的那些 曾經我服務的那些 還在治療的患者 因為你知道我們 我們出國以後就很多人 就要你說 很多人都會問我們 哎呀那邊 有沒有更好的治療方法呀 我現在已經這邊賴藥了 已經化療沒有用了 我現在已經第三次移植 然後都已經復發了 就經常問這樣問題 那麼我也是自己 當自己感覺 因為我以前是滿臉痘嘛 內分泌失調 然後卵巢早酸 因為對於一個剛剛32歲的女性來說 如果卵巢早酸 是對我們來說 可以說尤其是醫生 我覺得是極大的一個侮辱 就覺得天哪 我們是做醫生的 自己還特別早的 有更年期的症狀 然後還卵巢早酸 而且更不要說 以後想要就是晚生晚育 就是更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都知道 所以當傑斯解決我這些問題 就是包括現在臉上 你幾乎看不出來 有任何痘痘的痕跡 可惜我長了16年的痘 我也十五六年的痘 現在天賦太好 對 然後還有我跟大姐一樣的 我是近20年的嚴重性的 就是過敏性鼻炎一樣的 當這些問題在我身上 全部被解決的時候 我才開始去 我覺得要研究一下 所以通過威廉博士 我也是跟拉森紐曼博士 跟溫森加巴博士 我們都有很多的交流 之後我覺得這個 我說天哪 我這麼好的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學醫嘛 我們覺得 哇塞 用在我們臨床的這些患者上 這多有福氣啊 那我 我的整個 我相信我的這個 博士論文我會寫的超級漂亮 我當時其實還是在想在 臨床上有什麼貢獻 或是有什麼特別的貢獻 特別的研究 所以在臨床的很多的患者 身上我看到我的 我的科室的這些患者 尤其我還有已經有一個 近九年康復的一個白血病的小孩 是當時被福建協會醫院放棄掉的 所以一樁樁一漸漸 尤其我的嫂子也是想生二胎 一直懷不上 然後她的投胎 在九年前生投胎的時候 都在醫院保胎保了半年 就是她生二胎年紀大了 就更不可能 但是沒想到 就是我們產品不到六個月 自己懷孕了 然後所以這個孩子 現在已經是六七歲 是非常的健康 比她哥哥還要健康 所以等等這些結果 讓我們就是作為醫生來說 我們看結果 第二個也是我在回國之前 因為16年年底 大家都知道16年年底 我學業就結束了 然後後來也是受公司要求 我就去美國總部了 我肯定我就很想看看 因為我當時身邊沒有誰是真正 因為是通過威廉博士分享我 我就去註冊了一下下 然後買了個產品 我都不知道這個東西 可以掙那麼大的一份收入 所以我就想說 真的要我到這個平台來去服務的話 或者說而且還沒有工資 我們都比較在做工資的事情 我覺得還沒有工資 那我就好好考察一下 能夠我什麼樣的未來 所以我說那好 給我就是show me numbers 就是你到底公司的營業額 包括就是你經銷商的收入 我也是一樣的 我在這我如果付出三年五年 我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所以我當時16年的聖誕節 17年的就是新年 包括二月份走 我近兩個多月時間在就是奧蘭多 我幾乎把當地所有的雙鑽 鑽石 綠寶 紅寶 甚至進來的藍寶 我都全部都拜訪了一遍 聊了一遍 在公司總部天天聽他們的會議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覺得太符合我的這個想法了 就是我希望是一個國際化的一個大家庭 因為我很喜歡全世界玩 然後呢我也希望這個 這個上邊我接觸人的層次 圈層是要高一點點的 就不要太 就像為什麼以前 就你剛提到為什麼很反對 或者說很 很逆反那個保健品的那個行業 就覺得沒有門檻 什麼樣的人都在裡邊 而且我覺得進去格格不入 你看那個年代 二十多年前我就格格不入 如果我今天進入一個平台 還是個格格不入平台 跟我們的這個圈層完全不一樣 甚至說人都往高處走嘛 我希望這個上邊圈層甚至比我還要高 那我才願意進去 就比如說我為什麼喜歡去 要死活到近30 為什麼去進修我要去海德堡 就是我們希望在那樣的平台 或者那樣的就是導師背後 我們得到的資源不一樣 所以我當時選很多的時候 其實放棄掉臨床的工作 然後來到這個平台的時候 其實我最多的感觸是 OK結果我已經見證過幾年了 從13年到16年年底 近四年的時間我自己就經歷很多的案例了 然後我也細細地把細胞優化管理 這套系統的所有的 它從基因修復 端立的延長 再到限立體的這個就是激活 對吧 我們的這個整個的這個 幹細胞數量的增加 我們腸道菌群 我們整個消化系統菌群的這個 就是平衡等等 就幾款產品 所以我也是很早我就覺得 不能往這個我們的臨床的這個定義上面 去去看待劫師 所以特別早的時候 我在我整個的這個系統裡面 就跟他講就是我就是健康教育 告訴你基因是怎麼變壞的 那麼我們是怎麼讓基因變好的 好的基因被打開 那開關被打開 把壞的基因被關閉掉 然後怎麼樣讓你的細胞 要各個的活力增加 然後為什麼你的治癒能力會越來越多 免疫力會提高 後邊會帶來什麼 那麼不好會帶來什麼 還是我就覺得就是因為我們在 中國在衛健委現在 原來教會聲部 現在衛健委 現在全國包括習大大 包括我們的總理主席 都在講預防打預治療 但是沒有方案 就是沒有解決方案 所以當我在這塊看到了四五年的解決方案的時候 我覺得 哇我覺得這個平台才可以發揮我 這麼多年的所學 所有的 所擅長的 然後才能發揮的淋漓盡致 不管是針對全球的這個消費者 還是說整個市場 那麼另外一個可能跟自己的夢想有關 我覺得我們這代年輕人可能都比較喜歡 財富自由時間自由 對吧 這個是很關鍵的 還有精神層次自由 所以我很喜歡很早十多年前就喜歡做公益 跟著國際獅子會啊 最早是跟著這個就是紅獅子會啊 後來是跟著美國的這個國際獅子會啊等等 因為你跑到國外 你就沒有紅獅子會了 好多虧 你就要找找那邊的就是這個慈善機構 所以我跟著獅子會做的會比較多 所以更喜歡我把這個平台當做就說 我很熱愛的事情 它一定是我終身都可以做的 然後呢還有它帶來的價值 就是值得我們去投入時間的 那我的全力以赴是因為下了那個決心 就像您的那個 我覺得對於您來說早上早起一個小時 晚上晚睡一到兩個小時也是全力以赴 為什麼 那是因為在你的工作十二個小時之外的全力以赴 所以才會有三年就是您登頂這個鑽石這個 這個就是收入 所以我覺得您說的很很重要一點就是時間管理 真的每個人時間管理像有些人有些寶媽 她的時間管理她的全力以赴 可能就是把孩子照顧好之後的時間的全力以赴 所以我覺得就是你想要你想做 然後最後你把時間管理起來跟隨著現在這麼多的就是 我們已經有很多的系統的課程也好 很多工具也好 包括可能您 我不知道您跟我是不是很像 就最開始我在看這個東西 到底臨床的患者能不能用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的習慣都是找臨床論文 就是臨床的研究課題 在我在那個哈佛大學的還有美國的圖書館的那個 就是線上的這個論文裡邊我查白粒乳醇 因為我查別的沒有嘛 就是就是溫森江巴博士裡邊的所有的成分裡 別的維生素礦物質那些都很少少 因為都已經被驗證了有抗氧化抗抗自由基 但是問題是關於基因修復端力的修復延長 自由基的排除這些抗自由基和排除自由基 清除自由基是兩回事你知道嗎 在臨床我們都很清楚 所以我我開始研究到這時候 我就覺得我都講不好的東西我也研究不了 但是白粒乳醇的論我可以找一堆你知道嗎 因為他那個研究 對他那個深度是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去研究 他為什麼能把那七十多種成分按什麼樣的比例 包括我們很認可的黃旗提取物 虎藏的提取物蟲草啊蟲草提取物對吧 那都是國內的就是大家覺得對中藥中草藥非常認可的人 非常認可成分都在那個基因修復裡頭 那我就覺得哇他居然有我們這個就是 因為我開過兩年多的中醫館我太因為我就是認可中醫 我才去開中醫館 然後但是有個問題就是沒有好的結果 但我偏偏在AMPM成分裡邊看到了 銀杏的提取物啊蟲王漿的提取物蟲王酸啊等等 就是蟲草你看這樣中國多貴 可是蟲草酸這是核心有效成分 而我們這個AMPM裡面我們天天都在服用 所以我就覺得還有黃旗的提取物 那以前想買點好點的黃旗藥裡邊的成分對吧 所以我就發現就是說 這裡邊的東西我可以停止去研究了 我只需要知道它的這個很多的核心技術 尤其是最近我們那個PQQ那個成分 其實我們中科院做了很久的研究把它生產不出來 然後國外也有很多的就PQQ的研究 但是我第一次因為講法不是說 你放心我們的NMN絕對會就是炸掉所有的這個 就是同類的品牌 我當時還不知道它要用什麼方法去 我心想說基本上純度已經是99%以上已經是很純的了 你就99%一個99.95%沒有多大區別 但是我在想裡邊你要怎麼樣的一個東西 能夠把它給把它的這個就是價值提高 然後把它的這個能量翻倍到上千倍的這個 這個能力結果等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PQQ的時候因為我內陣子 因為疫情我就在北京嘛 因為很多中科院的領導啊 尤其疫情的疫苗這塊研究 我跟很多的就是中科院這塊研究 專門做精準醫學的他們研究 他們把09年的諾貝爾獎端利和端利梅做了11年的研究 把它歸類為精準醫學 然後說這套是有效的 我說諾貝爾獎人家研究幾十年得了諾貝爾獎 你們還要搞11年的研究去驗證它是對的 我說那這就是我們的思維 太恐怖了這個思維 我們為什麼不拿來用 人家已經拿到諾貝爾獎就證明已經是實實有效的 就不需要去研究了 我問這些我說你們有沒有研究出什麼東西 真正能夠就是激活端利梅然後延長端利的 沒有 我當時我就覺得我們好幸福 你知道嗎 我們已經吃了十來年的就是這個菲勒 就是這個端利梅 所以後來我就覺得 哎呀 真的就是不管是 我覺得還是有差距還是比較弱 對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還是思維上非常大的差距 所以今天在分享的時候很多人就真的要理解 裡邊就是你你沒法我們沒有辦法去教大家了解 整個身體的所有系統的運作的這個相對應的 因為太太精密了 那至少我們可以引導大家學習一個細胞 到底裡邊有什麼 反正我們都是無數個細胞組成的 你不要管任何一個地方的疾病問題 因為它只要是細胞組成的 那你只要了解邪私的所有的細胞優化管理 也是針對細胞膜的氧化和自由基的排除 對不對 細胞核裡邊基因的修復 那麼細胞核裡邊的染色體的端利的延長 然後細胞裡邊的所有線粒體數量的增加 和線粒體能力的提高 夠了 就一個一個每一個細胞的它的功能 已經被我們這套細胞優化系統 已經完全涵蓋了 優化就完全 它是一個特別系統性的這樣一套產品 沒錯 不用太去追究到底是怎麼樣一個原理 真的是素顏的專攻 沒錯 這個真的是我們再多研究都搞不懂的事情 沒錯 所以現在的分享 我就覺得是非常的就是容易的一點 就是說我們已經很容易去引導大家 就是說認識到我們的身體的這個衰老 以及所有的疾病的問題的這個引發是怎麼來的 所以我就乾脆就把那個基因跟人 我們的就命運跟我們的疾病啊衰老啊有什麼關係 我就普及這樣的課程 基本上一去聽就聽懂了 原來我們平時的吃喝拉撒睡對吧 那呼吸煙酒藥物情緒都會影響基因疾病才會來 所以最後要解決的問題就是怎麼樣阻止這個基因的一個惡化 然後怎麼樣恢復你健康的基因的一個表達而已 所以就很感恩這套產品能夠在這個21世紀 尤其大健康的這個市場來臨的時候 然後有這麼完備的一套體系在我們面前來 就我們就覺得用這套工具我們就可以 所以真的可以做到預防大於治療 所以呼籲大家結合生活方式 必須要結合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必須必須 因為我剛剛講的嘛 我們經常課程裡也講的就是我們的很多 生活方式吃的東西 代謝的問題那都會改變基因 包括呼吸的比如說吃的了 所以生活方式肯定要改變 那麼最後呢其實還想就是採訪一下 就是Mandy醫生是什麼呢 就是你比如說您一上到就是鑽石總裁 可能下邊有很多的這個綠寶紅寶這些 就您每天只有兩三個小時 您是如何管理你的團隊或引導他們 就是跟著就是能夠有這麼高的一個聘階 就你怎麼去管理團隊 除了時間自己的時間管理 那團隊管理是怎麼做的 我從來不做團隊管理 哇就是聽著聽著聽著好不負責任的感覺哈 那不是有點像那個大師過招 招力無招的感覺 我沒有招數 就是反而是最大的招數 我覺得這個嗯 所所謂的這種團隊的管理哈 因為第一我以前從來沒有做過任何生意 那我也我也沒有所謂的創業我也沒有啊 對吧 所以呢我也就是一個一個工作 然後自己病人是來找我的對吧 我去上班病人來找我的 然後呢 所以呢沒有沒有這種創業的這種經驗啊 所以所謂的什麼團隊的管理 我覺得跟我們的這個健康管理應該是 有點那個叫什麼一曲同工吧 就是說你的健康是誰的責任 自己的是醫生的責任 是國家的責任 政府的責任還是我們自己的責任呢 那健康肯定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對不對 所以呢健康是不是是不是需要管理呢 健康肯定需要管理啊 沒錯 解釋這個產品 重新定義了我們對健康的認識 以前我們以為沒有病 就是健康的 後來問解釋才讓我們發現 沒病不代表你是健康的 你已經是屬於亞健康的那個人群了 你已經在走這個肛絲了 因為人的這個健康它是一個平衡的狀態 你的免疫力跟你的這個這些疾病炎症 那一旦失去這個平衡 那你從肛絲上面就掉下來了 所以健康是需要管理的 但是健康管理之前 你必須要知道這個健康是誰的責任 沒錯 我們自己的責任 不是醫生的責任 就像你剛剛講的 我們說我們現在健康中國 沒有好像很很實際的方案 當然作為這個國家成本 它肯定有方案 比如說落實到一些國策 都落實到怎麼一個醫院啊 或者建立更多的 比如說體檢的一些 早篩查啊 早篩查 早預防這些點 早治療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抽菸是不是對人體有害 肯定啊 很多人說 我婆婆抽菸抽到90歲啊 她都沒有問題 沒有得肺癌 那你這個叫幸存者 我們叫survival的 中文叫什麼 幸存者狡辯的 那麼那樣一個數據 OK 對 但是已經 就是已經是鐵證 抽菸會影響 不只是影響我們肺的健康 抽菸是影響我們全身心的健康 你的血管呢 你的整個的脹氣都會影響 對 就像裡面是在燻臘肉一樣的 對吧 但是為什麼國家不禁菸呢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大家思考一下 我們還在這個菸盒子上面 我們還在寫吸菸有害健康哦 沒錯 寫的這麼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抽呢 自己的選擇 對 right 就是說其實我們每天都在做選擇 每個人都在做選擇 你可以選擇用解釋 你也可以選擇不用解釋 你可以選擇把你的健康交給醫生 其實醫生他們可能是疾病的專家 他們不一定是健康的專家 他們也都不一定是疾病的專家 因為當我們去讀那個病理書的時候 很多疾病的病因不明 我們人在出生的時候是沒有說明書的 我們其實在學校讀的這些 所有的這個病怎麼治 這個病怎麼治 就有點像那個機器的維修說明 等於這個機器生了病之後 我看了這個維修說明 看看能不能給你換個零件啊啥的 但是我們人在出生的時候是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說明書的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這個人體解剖學 是一五年一五四幾年就有解剖學 可能還更早 好像說什麼古埃及穆萊伊啊什麼 他們已經在開始解剖 但是這麼多時間以來 大家對這個人體裡面的這個東西 還是有很多的未知數 所以健康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我們也不能把健康交給國家 因為吸煙有害健康 但是他都沒有禁止吸煙的嘛 對不對 所以你的健康必須你自己要自救 你不能去指望 哪一天突然你的空氣就清新了 哪一天突然你的水就乾就安全了 哪一天你的土壤裡面的重金屬就沒了 是不可能的 所以這個大環境是沒有辦法一天兩天 或者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都不一定能改善到多少 還會越來越糟糕 好好的管理我們的健康 用結石這一套產品 管理好我們的健康之後 幫我們買更多的時間 也許結石他們可能會研發出更先進的產品 那至少我們還活著還可以用嘛 然後呢根據結石這一套管理健康的這個 這個產品也好 這個方式也好 然後我們讓我們的下一代 影響我們的下一代更加健康的去生活 讓他們一開始就不要去抽菸 因為戒菸真的很難的 所以我剛剛就講 你剛剛說團隊管理 就跟健康管理是一樣的 你到可能你到我的團隊來 是你要再結石來拿結果 還是說你要再結石來為我拿這個結果 你不是來為我拿這個結果的 對吧 沒錯 我們每個人可能加入結石的原因都不一樣 我當時就是因為我也害怕自己生病 我很恐慌我開始有健康的危機 我也有開始有這種收入的危機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慢慢的把這個 當成一個副業來做他 我其實從來就不鼓勵誰什麼突然就辭職 然後全是來做 因為如果你現在你現在需要養家的話 你需要工作 然後你可以慢慢因為結石他其實 當你了解他之後 他其實是我覺得還是蠻簡單的 你又不同貨又不送貨的 然後一個帳號就一個手機走全球的這種感覺 對吧 我覺得這個是挺先進的一個平台 所以你的來做結石要結果的是誰 是你 是為誰要這個結果 是為你自己 就跟你的健康一樣的 你只有自己把這個責任擔起來 你的健康才會有所改善 你才會去改變你的行為 你才會去戒煙 你才會去戒酒 你才會去跑步 去自行車 對不對 要不你如果自己這個思維裡面 沒有改變的話 你團隊的領導或所謂的領導 鑽石也好 裝鑽石一樣 他怎麼跟你講 你都不會通的 你這裡沒有通 你就不行的 你不會去改變你的行為 你不會改變你的行為 那你就不會改變你的結果 你就不會有拿到這個結果 所以我一直 你說我的團隊管理 第一我不會管理團隊 我也一直在學習 如何管理團隊 但是其實你知道嗎 在這個網絡行銷行業的 這種所謂的管理 跟我們傳統工作的管理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傳統工作的管理 我們就說 因為我是你的經理 對吧 我說什麼你就要聽我的 因為我的職位在這個地方了 但是我後來發現 網絡行銷這個行業裡面 第一來去自由 他也不用跟你 也不用打卡 也不用上班 對不對 第二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生活 或者壓力 或者什麼他的 對吧 不同的目的而來 所以你沒有辦法去跟他 做所有的什麼管理 你只能跟他說 劫師 我看到了 產品可以讓我們的健康得到改善 他可以給你一個輔助的工具 讓我們的健康得到改善 我也見證了劫師 真的可以讓你財富自由 嗯 沒錯 但是你要不要拿到這兩個結果 你做決定 你做了決定 然後你才去定目標 然後呢 你再去管理你的時間 然後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來做這個事情 因為你反正都是要做事情 那你何不找到一個更好的平台 更穩的平台 你知道你知道 你至少在這個平台上面 你工作三年五年 不過這邊是八年十年 那你後面還有幾十年可以 可以想用這個結果啊 因為他因為就像我們 就像我們兩個做臨床的 我們喜歡看結果 如果這個結果 這個這個藥 它是可以幫人治病的 我不用去還要去研究它的原理 我先把這個病治了再說啊 對不對 所以團隊管理你真的 我團隊我不會管理 但是呢 我很感恩就是我碰到的人呢 都是跟我一樣就是 他們願意為自己的未來 擔當責任的一些人 所以他們叫自我管理 就像健康一樣的 要自我管理 然後呢 我也希望就是在我的幫助下面 如果我會一直在那個地方 對不對 因為我特別喜歡這套產品 我覺得它改善了太多人的健康 也讓很多人多活了好多時間 嗯 特別是我自己全家都受益 那我肯定也一直會在這裡 不斷的去分享 所以我也願意幫助那些 願意就是需要幫助的人 然後我想讓他們也盡快的 在這個平台拿到他們想要的結果 但是你想要多快拿到結果 那就跟你的行動力 然後應該就真的是有關的 只不過說你有沒有發現 在解釋就是 其實你的未來是很清晰可見的 對 因為前面我們的未來 這條路走光了呀 所以你就知道 對對對對 你的方向是對的 你的方向是對的 你只要不放棄 你遲早都會到的 所以你不用著急呀 因為不用真的不用著急 就像這個產品一樣的 你不用著急 你好像吃了三個月 我吃了一年 我吃了兩年 我怎麼這個沒有改善 我怎麼還是沒有停藥呢 天哪 你這幾十年這個機器這麼運轉 這麼衰老 這麼損傷 你想讓這一套產品 一下子就把你這個臨床上 都沒有辦法解決幾十年的慢性病 就給你調理好了 如果結實有這麼神奇的話 那我們就發發大了 我們就發到天上去 對沒錯沒錯 所以說就是我們不要把它神奇化 但是呢 它確實是到目前為止 我所見過的所有的這些產品也好 這些公司也好 我覺得它是最靠譜的 最靠譜的一套產品 所以呢 你真的要給足時間 然後結合我們的生活方式 你像剛剛欣雅 我覺得你講的很好 就是說 你就像你剛才講的NMN 很多公司也有對吧 我們先不說NMN 我們就是所有的這種保健產品 現在結實是不是有很多公司 可能會來模仿或者怎麼樣 或者說其他公司 他們可能會 研發出他們的這些產品 但是當你真正去看它後面 到底研發者是誰 沒有誰 對 可能會有一些什麼人 把成分放在一起 對吧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藥劑士 就像我那個藥劑士朋友 他說 他說我們可能就是這個整點產品 就是自己把成分放在一起 但是結實不一樣 很多廠家是可以生產產品的 我們中國 國內 那要生產產品都太多了 你看那麼多假包包的什麼 這樣的那東西的 模仿是第一的 最會模仿就是我們 我們的主國人民 OK 但是會生產跟會研發 它完全是兩碼事情 完全是兩碼事情 然後一個公司 有一個牌子 創造一個品牌 跟結實這種品牌後面的價值 有品牌價值 又是兩碼事情 所以你說我需要去知道 到底這個成分是怎麼樣嗎 因為它不是我的專業 那但是它是講啪啪的專業呀 它是劉曼的專業呀 對不對 那我知道結實已經11年 改善了這麼多人的這個問題 讓這麼多人獲益 我覺得我這個品牌 我肯定可能已經認準了 我覺得當我們認準一個品牌的話 當我們認準它這個品牌是有價值 那我覺得它相關的 出來的任何產品 我都會很相信 我至少我願意去嘗試 我就不會再去東跑西跑了 因為我覺得它這個系統是非常 目前來講是最全面的 大家可以在網上去搜一下 就是說衰老的九大標誌 就是我以前講的時候也有講過 我們以前都以為衰老 就是很自然的一個進程 但是隨著這個醫學的發展 生物科學的發展 後來才發現其實衰老 是可以去干預的 因為當臨床像他們做小老鼠的話 它把這些長寿基因給它激活 它這個老鼠它就可以多活 好幾個月呢 用在人身上是一樣的 其實衰老是可以干預的 而且我們很多的病 到現在臨床上已經是公認的 衰老是公認的 衰老是很多 基本上是所有慢性病的 罪魁禍首 沒錯 所以為什麼說 結識它這一套叫抗衰老 為什麼它抗衰老 我以前以為就是抗衰老 就是為了 就是為了漂亮嘛 就是為了好像就 那麼就不能接受自己的老 對吧 我覺得為什麼這樣呢 對吧這個聖老病是多正常啊 是不是 但是後來發現其實抗衰老 其實它就是在幫我們抗炎症 就是在幫我們抗自由基 就是在幫我們抗疾病 延緩疾病的發生 是的 所以這個 結識這個系統現在是沒有辦法 你去抗衡的 你去看一下這個衰老的九大標誌 結識裡面基本上涵蓋了 全部涵蓋 對 所以你說我們能不去分享嗎 沒錯 是的我們能不去分享嗎 就根本沒有任何事情 可以阻擋我們去分享的腳步 所以最後呢 在今天會議的最後呢 那我先總結一下 剛剛我們麥麗醫生講的 就是團隊管理需要管理嗎 不需要 就跟健康管理是一樣的 都是自己的事嘛 自己負責 那麼最後呢 我們在問答區 解答三位朋友的這個 就是問答 第一個是 請問治療期康復期的癌症患者 是否建議服用NMN和Blue 當然要吃 天哪 這個當然要吃 你想想NMN 可以激活你七條長寿基因 然後Blue可以把你的骨髓裡邊的 比較沉睡的 不太活躍的這個幹細胞 然後激活 然後釋放 大量的釋放 然後那你的細血 肯定會越來越好啊 你癌症患者肯定是需要的 第二個 我的朋友卵巢早摔 請問老師怎麼調理 跟我一樣 傑斯細胞幼化管理全部全套用 不過這個我要提一句啊 親愛的 我前幾天有一個朋友 他也說 他說我這個卵巢有點早摔 他說我可不可以用你這個 你們這一套產品來調理 他說他現在怎麼 然後我就問了一下 我說你卵巢早摔 我說你多少歲 他說49 我說你這不叫早摔吧 我說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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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這個不叫早摔 因為49歲 50歲就已經是更年期了 OK 我說你這個已經就是已經摔了 OK 不叫早摔 早摔是一般30出頭 我們叫早摔 對20多30出頭 叫早摔 所以我說呢 但是呢 我不能保證這個會幫你 把你的月經給你找回來 OK 還讓你的什麼卵巢 給你完全起死回生啊 我說但是呢 因為這個更年期會影響你全身心的 所以你現在必須要用上這個產品 然後讓你的身體不會下坡落 走的太快 所以有時候我們 我們自認為我們可能問題不大 或者是好像就是那天早摔 其實可能已經真的 這個靠結是可能有點很難 對 所以怎麼調理呢 益神菌肯定要吃啦 幹細胞肯定要吃啦 基因修復啊 菲勒要吃啊 NM要吃啊 那像我呢 健康蛋白肯定後期出了肯定要吃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以前講過 我們中國的朋友 尤其就是 我們的蛋白質摄入是不夠的 所以Zinfuse 每天早上加一餐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國內 重金屬啊 這些農藥超標 我們體內都是這樣的情況 還有你經常抽二手煙 所以乾排隊加上 其實不要問怎麼調理 全套用 然後其實要問的是 就像剛剛我問Mandy醫生的一樣 就是怎麼管理團隊自己管理 那麼怎麼用呢 不要問我們 問問你自己的錢包 就是你錢包夠不夠 你每個月的這個消耗 因為你好現實啊 親愛的 沒有我是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問我這個問題 我給他出一堆方案 他說哎呀 一個月花這麼多啊 我沒有那麼多錢 後來我就發現 好好好 先問問自己的錢包 然後你覺得 你願意投資你的健康和年輕 你願意投資多少 再說來吃什麼 你再看 雷幾樣是我必須要吃的啊 基因修復是肯定要吃的 那麼膠原蛋白肯定要用的 再像女孩子嘛對不對 配權是肯定要吃的 那麼老年痴呆嘛 那麼過兩年我再吃 所以抿動力我可以暫時不用吃 就自己去衡量 自己到底要根據自己的實力 那你也可以像我們一樣去分享啊 分享就收入 那我就不用擔心錢包的這個實力了 第三個問題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嫂子是怎樣吃 產品調理孩子 一樣的全套用 那就我剛剛講的 他是早晚都把那個就是 症蛋白就早晚都加上了 當時就是我給他的是另外一個 當時國內因為很早一三年 還沒有症 我給他的是另外一個品牌 其實就是蛋白粉了 就只要只是說 裡邊你要看乳清蛋白的含量 因為乳清蛋白是更優質的蛋白質 所以我看市面上這麼多的蛋白質 大部分都是把大豆蛋白啊 這些放的比較多 然後乳清蛋白比較少 只有我們那個Zenfuse裡邊 是乳清蛋白是占大部分 然後呢 豌豆蛋白一小部分 所以這個是非常優質的蛋白質 我們我們的子宮啊 什麼這些都是需要 很好的蛋白質建造 我們每個細胞的基因 都需要蛋白質的這個 最基本的 對 所以蛋白質是我們人體 其實營養素裡邊最最重要的 因為平時大家都吃不到 吃碳水吃太多了 所以全套用全套用哈 那麼問題就解答到這兒 最後呢 我覺得最近大家有個現象 因為我們在後疫情時代 那麼大家就覺得 哎呀我都吃了結吃產品幾年了 而且我們市面上也聽到很多人 全家都感染就是新冠病毒 他自己因為在吃產品 他沒有被感染 所以我覺得吃產品就萬能了 我就不用去打疫苗了 所以在最後的時候 我和曼妮醫生可能在這裡 我們給大家一些忠告好不好 這個疫苗到底要不要打 你知道我其實最開始是不太想去打疫苗的 並不是因為我不相信這個疫苗沒有用 因為他既然啊 既然這個疫苗他產生產出來哈 而且其實現在的這個產疫苗 生產疫苗的這個技術真的是 比以前發達很多 他現在是其實他是直接用的 我們這個那個叫染色體 那個RNA我不知道中文叫什麼哈 他其實他不是用的這個病 那個叫什麼病毒本身了 所以呢其實他是用了他裡面的那個 Stream那個RNA的東西 然後這樣弄出來的這個疫苗 而且呢其實我覺得他是 每個人都需要去打疫苗 為什麼我最開始我自己不太願意去打呢 我是覺得我也是就跟大家一樣的 我覺得我的身體挺棒的 如果我去打了我沒有得新冠 那是那是因為我的體力好呢 還是因為打了疫苗我沒有得新冠呢 對吧 我就覺得我想跟大家證明一下 我是因為自己體力好 我沒有得新冠 但是後來那個我們那個診所的那個老醫生 他就問了我 他說但是你想去 你想去那你真的想去做 這個證明嗎 我後來想了一下 我可能我可能我沒有辦法去去負擔 可能萬一我錯了的這個這個後果 對這個風險 因為你打了疫苗之後呢 你即便上可能也可能會被感染 但是你感染的這個你可能會沒有症狀 然後你可能的症狀會很輕微 然後很容易就被控制住 OK但是你如果不打疫苗 你萬一因為現在那個那個病毒 它不斷在變異啊 對吧 所以你可能突然你你真的被染上了 那OK 那就證明你錯了 但這個錯誤的代價 你能不能負擔得起 那後來我就想哎呦我可能不行 我不能去冒這個險 所以我真的是建議所有的人都打疫苗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也要去影響 你要去叫別人打疫苗 你可能自己要想打疫苗 你才能叫別人去打疫苗 就像你剛講的健康管理 團隊管理都是一個一個原理 你要你要讓別人看懂解釋 或者你要讓別人分享解釋 你自己你要去影響他們 你要讓別人有一個很好的生活方式 那你自己想要活出一個很好的生活方式 沒錯沒錯 你才能去影響到別人 所以你不用去管理任何人 真的你可以去影響他們 用你的所以我後來我也去打了疫苗 然後我打了兩針 然後第二針的時候 我有幾個小時的頭痛 然後我當時覺得 哎呀我的身體在工作 在產生抗氣 我還挺開心的 所以我強烈建議大家 一定要去打疫苗 當然這個疫苗就不要來問我 到底哪個公司的更好 或者說哪個國家的更好 這個都好 其實去評判 我的建議也是這樣的 疫苗都是我建議要去打的 OK 是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都同一同一個心 就同一份心 然後面對著同一個希望 然後擁有著同一份使命 所以今天在場的我們兩位醫生 給大家一些忠告就是 真的大病要預防 小病要扼殺在搖籃裡 然後呢才可能說 健健康康的活到一百一百二 然後你到時候才能真正的就是 有時間去陪同家人 享受真正的千倫之樂 還有就是所謂的時間自由 財富自由 前提是你活著的前提下 所以不管是面對疫情 還是面對疾病 還是面對各種傳染 還是意外 肯定是預防大於治療 好啦今天的超級星期六 就在我們這麼精彩的 跟曼迪醫生的對話當中就結束了 因為我知道大家肯定還想要聽更多 但是一個半小時的分享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滿足了 因為現在幾乎要快到 洛杉磯時間的晚上十二點了 我們非常謝謝曼迪醫生 大晚上為我們在這裡做的貢獻 那大家喜歡曼迪醫生也可以投票給她 等到我們過了十七八七的時候 我們還會再反省 大家非常喜歡的醫生工作者的 我們集體的一個分享 我相信會給大家帶來更多的觸動 好不管怎麼樣 希望我們的分享 能為您和您的家人 真的帶去一些健康的意識的 這個覺醒也好 還是說比你的 不管是你的團隊工作當中的一些 呃技巧也好 還是在我們的分享的過程當中 一些方法也好 只要能幫到你 那這就是我們的使命 好謝謝大家週末愉快 謝謝曼迪醫生 謝謝謝謝欣雅 謝謝親愛的辛苦了 辛苦了 謝謝大家 也謝謝我們幕後的工作人員 阿斌老師在YouTube的這個轉播 然後單單在這個騰訊的轉播 整個我們其實這就是 你看每個行業有專攻 整個這個會議不是簡簡單的一個人能做成的 都需要一個團隊 所以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今天是這個大家庭來 我們這裡有無數的專攻的人 人才來服務大家 然後為大家做貢獻 好再次謝謝大家 謝謝曼迪醫生 謝謝所有人 然後週末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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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喔 愛你愛你 早點見面喔 會很快見面的 跟這一個人 決於一個人 在一個位置 對決定沒決定 然後我回落大於笑容 Jia 我們有一個人 偕端 我伯ski我认为 manager,他叫 Milliarden 一泪出来 fine,他很成功费血丹 como鸟 天联合你来的饮料 他问道道就叫,"Why are you doing these things? 你似乎一个俊男生?" 我说,I don't know, I just want to make some money and I just want to fit in 他说,"But you seem like you're intelligent Why don't you just use your brain's natural abilities?" I go listen, based on my education and based on what the teachers have told me I'm not going to do very well in life and I left high school in grade 11 thinking that I'm not worthy enough I'm not smart enough I'm not good enough and this one man in one minute in one meeting changed my life because he asked me what goals do you have I said what do you mean what goals do I have I said I want to go out this weekend to the bar I want to have some good food I want to find a nice young lady to maybe hook up with and he says no no what are your bigger goals and I didn't have any so he actually sent me home and he said fill out these pieces of paper and on the pieces of paper it said like what age do you want to retire by I was 19 this was May of 1980 I wasn't even started yet I said but just fill out these papers so I said I want to retire by the time of 45 3 million dollars I want to have a Mercedes I want to have a house I want to travel the world I want to have a great lifestyle and so I came back on Monday and he looked at it and he asked me one question and that question transformed my life and he said are you interested in achieving these goals or are you committed and I stopped and I looked at him and he was standing up I was sitting at my desk there at his office and I asked him Mr. Brown I said what's the difference and he said I said if you're interested you'll do what's convenient you'll come up with stories and excuses and reasons why you can't and you'll use your education as an excuse you'll use your story as an excuse you'll use the fact that your father was a cab driver and was a gambler and never had any money you'll use all of that as your reasons why you can't he says but if you're committed you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you'll let go of your stories you'll let go of your excuses you'll let go of all the reasons you currently have that are formulating your identity of yourself and you'll learn how to let that go and become who you are destined to become